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第一时间就吸引人们的眼球 让人忍不住想要买回去尝一尝鲜 不信您来瞧瞧这个龙虾 色彩斑斓的外壳 长长的触须 以及霸气的身形 它就是龙虾家族中的一位耀眼明星 锦绣龙虾 俗称大花龙 由于它生长缓慢 数量稀少 很多渔民一辈子可能都见不到一次 可就是这样一种神秘稀有的大龙虾 如今在海鲜市场 却成了商家都在售卖的招牌产品 不是说这龙虾很少见吗 市场上这么多的锦绣龙虾 到底是哪来的呢 这两年养殖多了 所以现在我们能见到的锦绣龙虾 它都是养殖的 都是养殖的 对 原来我们现在在市场上见到的锦绣龙虾 除了小部分是国外进口 其余都是国内养殖的 那么曾经稀少罕见的锦绣龙虾 是如何实现人工养殖的 价格越来越亲民的背后 又藏有怎样的秘密呢 它的味道是否也跟外表一样出众呢 我们前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 一探究竟 水下的凶猛王者 养活大龙虾竟然这么难 乐东黎族自治县 位于海南岛西南部 地势北高南低 背山面海 一年平均温度23摄氏度 适宜的温度和充足的海水资源 为龙虾养殖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我们来到龙虾养殖场 见到了负责人洪小鹤 我带你去看看 在里面是吗 这边都是黑棚子 对啊 因为这些龙虾都生活在海底 所以我们打造一下它的原生态的感觉 这都是龙虾池 有吗 现在有龙虾吗 有啊有啊 您看一下 这么多 是啊 密密巴巴的 真是 哎这不是那个花龙吗 这不是花龙 这不是 啊 你再仔细观察一下 这不是花龙 这个不是花龙吗 长得也太像了 这不是花龙 哦 拿捞网啊 对 哎呦 这么活 哇也太活了 哇 这个这个抓到了 哇 你看这个头 很像啊 不一样 这到底是什么龙虾啊 这是这个小青龙 青龙 如果你要以花龙的价格买回家 你就亏大了嘛 对不对 这个比较便宜是吗 是是 这个很便宜 那花龙在哪啊 要不然我们拿一个花龙 跟它对比一下 可以啊 我带你去看吧 这边是 哇 这都是花龙 哇 我看到了 那个花龙 嗯 你对比一下 像不像 好像啊 是我来了 好 OK 到那里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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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坏了 啊 还是我来吧 还是我来吧 我站上来了 是 哇 还是有趣味的 这个好辣 人家是很生猛的 哇 你看它的脚 这个颜色比较黑 对 它够黑一点 对 没错 黑白的这个区分更明显 这个其实有点中黄色 是吧 你看它的身体 你看它这里的是橙色的 然后它身体稍微有点青色的 这是生绿色的 它是一颗花纹 它是有黑色跟绿色 然后旁边是白色 对 这个是纯粹的 绿色 青色 青色多一点 对 还是有区别吧 这样看 嗯 好像说还挺明显吧 对对对 原来正宗的锦绣龙虾 颜色都是非常艳丽且明亮的 身上有青绿色的条纹 头部总体呈蓝色 还有不少橙色斑点点缀其中 外形霸气 肉质鲜美的大龙虾 这几年常常成为节庆餐桌上的主角 可是作为龙虾界的颜值担当 养殖的锦绣龙虾 为啥这两年才开始在市场中大量出现 以前怎么都见不到呢 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哦 好好好 喂 喂 喂 阿苏 那你这边 对 这边龙虾持那个水晶排钢 要赶紧搬持 你那边拍摄怎么样啊现在 我这边 我可以 我可以 要不我先 我们先暂停一下 我们先暂停一下 要搬家了是吧 马上过来 对对 现在很急很急啊 好好好 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临此的情况 我们能先暂停一下 拍摄还是 因为我们先要给这个龙虾搬家 什么搬家啊 要不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对您带我去唱啊 行吧 不影响吧 不影响 不影响 走 我们也跟着去唱唱 给龙虾搬家 对对对 就这个啊 对就这个 就这个 哎 哎 怎么办呢 哎 我这等这里呢 是吧 今天人手不够对吧 可以 你看就我一个人在这里 好啊 那我们帮你啊 可以啊 我也帮你可以吗 也可以也可以 也可以 给他搬家是不是 对 现在就先给他帮一个新家 换新家 换新家 那要抓龙虾 对 现在要抓起来 外壳次多 又生猛无比的大龙虾 能乖乖地被我们送到新家去吗 他们又为啥要给龙虾搬家呢 要搬开了 要搬开它才能抓嘛 哇 看你上了这么多龙虾 是啊 这是他们的庇护所 抓哪里啊 抓它的两边 你看 它这个上面很多刺 所以你要慢慢地 抓它的这两边 对 它抓在头上 对 为什么不能抓它的虚啊 你看 它这个 虚没了 对 因为它这个龙虾 保护自己之后 受到经历下 它会把它自己虚 直接断 虚在市场上就没有价格 所以我们在抓的时候 尽量抓它的头 头部 就抓它的头 对 这样也是保护它 也是保护我们自己 你看它这上面全是刀刺 对 全是刀刺 长长的触须 是龙虾侦察环境的 重要手段 当环境发生变化时 它会不停地摆动 加上触须上密集的刀刺 形成了强力防护 而除了要小心 面对它浑身的刺 还得跟上龙虾的速度 我要跑 好 小心 瞄准它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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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强 它还不住它 站住它 终于抓到了 这要活力了 太有活力了 你看看这边 对我们就直接拿起来 看 这像不像它们的庇护手 看完两只 对 我们现在要给它 放个庇护手 我们就把它倒 给它倒出来 倒出来 对 好了我们现在 这没有龙虾了吧 对 没错 我现在想把这个放在 翻走 等一下我们还要先清算一下 算一下数量 三十一 三十一 二十二 你那边几只 我数的是二十八只 二十八 三十一 三十一 五十九只 原先多少只 六十二只 六十二 那你少三只 少三只 少三只 赶紧 吃哪儿了 咱们是不是 没事 没事 你也找不到 你也找不到 它去哪儿了 它已经被吃掉了 被吃了 对 它们会有一个 互相残杀 这也没事了 现在来说 已经算很好了 以前的话更多 以前 什么意思 以前的话 可能一百只龙虾过来 我们只能剩下二三十只 剩下的全部被吃掉了 一百只龙虾 竟然只能活下来二三十只 以前我们在市场上 很难见到养殖的锦绣龙虾 竟然是因为它们中 能够养活的太少了 这儿的养殖者 是用了什么办法 让锦绣龙虾的存活率 大幅度提高了呢 红小鹤带着我们 给龙虾搬到了另一边 一个相同的池子中 环境都一样 为啥要这么折腾呢 搬完家后 我们又再次返回 刚才的龙虾池 先清理干净了池子 然后又把刚才挪开的砖头 一块一块地摆好 而且摆得还很有讲究 我发现你这个砖 摆得都很整齐啊 很规则的啊 一些宽度 大概是这样 看下一批虾进来 这个宽跟窄 两身定做 为什么就一个空间 只能住一只虾 这个就是提高存活率的 一个诀窍 哦 这样就能提高存活率了 对 因为虾有一个最脆弱的时候 它是在脱壳的时候 脱壳的时候 它脱壳的时候 会散发一种味道 其他的同类会攻击它 所以我们给它了一个房子之后 它就可以在那个房子里面 保护自己 摸起来了是吧 对 没错 脱好壳之后 它壳变硬了之后 它出来的时候 就没有那个味道 别的虾也不会再去 对它进行攻击 对 所以我们才 因此量身定做 每个虾窝 用砖套给龙虾搭建 一虾一户的水底公寓 是洪小赫和父亲 养着龙虾多年摸索出的经验 有了独立的隐蔽空间 龙虾在脆弱的退壳期 免于受到攻击 从而降低了死亡率 可是有了单独的庇护所 为啥还要给龙虾搬家呢 每个月要给它搬一个新环境 怕它就是 私一环境之后就容易打架 所以它每次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 它就不会那么容易地残杀打架 原来只给龙虾搭建公寓还不够 熟悉环境以后 它们还是会常常争斗打架 所以洪小赫每个月都要给龙虾换水池 让它们专注适应新环境 减少互相伤害 大大提高了存活率 也让我们能在市场上 见到更多的锦绣龙虾 鲜活的大花龙经过打包后 会通过空运发往全国各地 千里之外的消费者 也能以实惠的价格 吃到鲜活的锦绣龙虾 那么这种大费周章 才养出的美丽海鲜 究竟好不好吃呢 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一只的大龙虾 买回家到底该怎么吃 才能物尽其用呢 用刀将虾头与虾身的连接处断开 轻轻一拧 饱满的虾肉立刻弹出 小心翼翼地剪开下腹部的外壳 龙虾肉被完整地剔除下来 哇 这鹿虾切出来这么多肉 好肥啊 哇 你们看这个肉 这么一大块 能有多少我们撑一下好不好 嗯 226克的肉 嗯 这个虾是一斤九两的虾 切出来就是半斤肉 半斤肉 哇 这个肉太肥了 现在马上要做吃生了 好肥厚啊 而且看起来特别晶莹透亮的感觉 哇 哇 怎么样 哇 它肉是脆的 对对对对 而且越嚼越有那个海鲜的鲜甜的味道 白净的虾肉 一丝丝清甜与生俱来 为家任何修饰的龙虾肉 极大的满足了人们 对于生猛海鲜的追情 而另一半虾肉 与头酿白嫩的豆腐相遇 迸发出无以复加的鲜香味道 只想配着大米饭 完成一顿狼虫虎咽 虾头放入小火煮开的粥罐中 热力吸引着虾脑 缓缓流入白粥的世界 注入成百上千倍的鲜 领略了锦绣龙虾的亮丽风采 我们来看一种有着梦幻色彩的鱼类 这种鱼 乍看有点像红鲤鱼 但却没有鲤鱼的胡须 颜色也以粉红 橘黄和白色为主 它会是什么鱼呢 你知道这个条鱼是什么鱼吗 鱼 您认识这种鱼的红色的 什么鱼 这个红色的鱼您认识吗 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地说出它的名字 这条鱼还真是称得上奇特 看来我们还是得找到明白人才行 师傅 这是什么鱼 您正在做的这个是 彩虹鱼 师傅说这种鱼叫做彩虹鱛鱼 当地人也称它为彩虹斑 那么这种好看的 被人们认识观赏鱼的彩虹鱛鱼 吃起来味道如何呢 吃起来那口感跟普通的鱼 吃起来的口感确实不一样 比较嫩滑吃起来 彩虹鱛鱼通体只有一根主刺 没有极尖小刺 肉质细嫩洁白 这么好看又好吃的鱼 到底是如何而来的 为何我们很少能够见到它呢 我们前往它的产地 广东省珠海市进行溯源 给鱼按摩 竟然能将鱼催眠 红鱼黑鱼 为什么要养在一起 珠海市位于广东省南部 珠江出海口西岸 濒临南海 长达600公里的海岸线 造就了丰富的物产 设置组来到了 彩虹鱛鱛鱼的养殖基地 得知我们想要了解 彩虹鱛鱛鱼的身世 负责人首先就带着我们 去捞起了鱼 没拿到 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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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没拿到 继续 好 这次抓到了 又跳出去了 好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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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您帮我拿一下鱼网 好 它是在活蹦乱跳的 我们还是抓它的时候 还是要小心一点 活蹦乱跳的彩虹鱛鱼 在负责人手中变得温顺起来 它为什么到您手里就这么安静 在催眠它 催眠 对 这里有个穴位 我按一下它 它就会安静下来 它会舒服 它就不会这样活蹦乱跳的 你要不要按摩一下也来 我来按摩一下 我看看我会不会把它催眠 好的 我有点害怕它 别怕 别怕 不怕 不怕 小心一点 这上面有鱼鳍 看来这催眠 还真不是谁都能尝试的 负责人说 彩虹鱼鱼的两个穴位 就好比是人的太阳穴和足三里 按摩起来是舒服得不得了 所以鱼就会安静下来 你看 这条鱼飘得漂亮 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这个鱼 像它的眼睛 你看 有黑色 有红色 有蓝黑色 是吧 哇 家世生生这个红色 黄色 真的像彩虹鱼 对 所以它叫彩虹鱼 这条鱼的颜色 让我们觉得很新奇 但是细看之下 它的外形 让我们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细问之下 负责人告诉我们 这就是一种螺飞鱼 虽然外形跟普通螺飞鱼很像 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体腔没有黑膜 所以它天然无腥味 自带鲜甜 如此好看又美味的螺飞鱼 为什么在市场上并不多见呢 就在这时 我们发现鱼工们正在捞鱼 鱼网里上万条鱼活蹦乱跳 里面不仅有鲜艳的彩虹鱛鱛鱼 还有不少灰黑色的鱼 彩虹鱛鱛鱼 为什么要跟这么多别的鱼 一起养殖呢 这个是鲫鱼 这个是鲫鱼 看这个颜色好漂亮 金闪闪的 这个阳光照着 对 这个是鲫鱼 这个是鲫鱼是吧 是的 这个是白鲜吗 这个是白鲜 白鲜 白鲜 这就是鱿鱼是吧 对 就是鱿鱼 每一条鱼都有它的作用的 土鲫鱼它是在这个土塘的下层 它主要吃这个草红鱼 吃剩的饲料 然后那个鱿鱼呢 它是在中层 中层的话 吃彩虹鱼 排泄物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好水才会出好鱼嘛 我们发现 彩虹鱼鱼的鱼鳍 特别锋利 工人们抓鱼 都要戴上手套 防止被刺伤 可是 这么多鱼 在水中频繁地碰撞 难道 不会把彼此扎伤吗 我们有妙招 妙招 在哪 走 在那里 带你看一下 这就是妙招 所有的鱼都要被放在这个里 是吗 是的 您看一下 这是冰 这个冰块就是我们的妙招 彩虹鱼 遇到冰 会发生什么呢 我把冰放进去 您观察一下 看它等下是一个什么状态 你看 我不乱跳的是吧 我们先把冰放进去了 我把鱼放进去 观察一下它 我的鱼太跳了 我的鱼 对 我们观察一下 对 我们观察一下它 这个鱼现在只有嘴巴在微微地张着 对 接下来 负责人带着我们来到了车上 奄奄一息的彩虹鱼 被放进一个大的箱子里 接下来的一幕 让我们瞬间惊呆了 放到这里之后 我发现它很快就鲜活起来了 因为它是热蛋鱼 遇到冰的话 它就会晕过去 这里面打了氧 另外一个就是常温水 能够让它马上就活跃起来 负责人说 彩虹鱼鱼对水温有着极高的要求 水温太高 它们会变得过于活跃而互相伤害 水温太低 则容易死去 运输时 必须要在温度略低于25摄氏度的水中 才能够保持新鲜 如此苛刻的运输条件 让鲜活的彩虹鱼鱼很难被卖到较远的地方 而如今 为了让更多的人吃到彩虹鱼 当地企业把新鲜的鱼处理干净后 进行腌制 再进行急速冷冻 这样的彩虹鱛鱼不仅可以保鲜 还能够开袋直接上锅蒸 简单又便捷 彩虹鱛鱛鱼除了蒸着吃 还有哪些特色吃法呢 在广东 陈皮入菜是一种传统习惯 一招去腥解腻 那么陈皮和鱛鱼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橘子汁水去腥提鲜 蛋黄液鱼 鱼的身上均匀地揉搓好淀粉 接下来把彩虹鲲鱼放入油锅内定型 放入地道的广东陈皮 咸香的味道配合酥脆的口感 陈皮的浓烈冲撞着彩虹鱛鱼的鲜甜 鱼肉的鲜香被充分地激发出来 肉香中带着一丝果香 陈皮烧鲦鱼 不一般的舌尖享受 养殖技术的发展 让越来越多美貌与美味兼具的鱼虾 走上了普通百姓的餐桌 不仅装点了人们的生活 也进一步丰富了我国水产种植资源库 推动着我国鱼业的高质量发展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